何巨叶认为,香港的贫穷人口问题对比世界其他城市来说虽不算很严重。 但香港主要的贫穷问题在于,港人需要用不少的收入比例去租屋住,例如家庭入息只有万多元的夫妇,却要用五六千元租汤房住,这就是香港人的贫穷压力。 因此,只要解决居住问题,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贫穷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解决居住压力的同时,政府也要思考如何创造多元化的就业机会,把原本集中在市区的工作,分散到其他新发展区。 何巨叶引述统计数字称,港岛的就业供应占34%,九龙占49%,复原最大的新界仅占17%,而舒缓贫穷问题的另一个方向就是要解决各区就业机会严重不均的问题。 政府昌以北部都会区将可以容纳250万人居住。 何巨叶认为 预计及外区就业人口等因素,规划上就应预留人口六成的就业职位,即大约150万个职位,但如何创造150万个职位空缺,并且能让各个阶层都受惠呢? 何巨叶说,这需要在北部都会区内提供更多廉价的房屋供应,才有条件可以将市区的经济活动复制上去,只有居住人口增加,才会有相应的经济活动出现,例如饮食、零售、服务以及个人护理甚至金融业等,而这些都是提供大量工作机会的行业。 另外,在兼顾多元化就业的同时,也兼顾及家庭妇女就业问题,例如让妇女可以在当区就业或者旦性上班,提高他们的经济条件之余也能改善夸代贫穷问题。 他又指,北部都会区提供创科主题,创科职位固然是主导,除了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电子通讯等,还有一个未被提及的行业就是建筑业。 政府若想把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地方发展成250万人口的地区,必然涉及很多建设,如铁路、公路、房屋及写字楼等,这些资源统统来自建筑业。 但是香港地方太少,连建筑材料,田楼车、水泥车,也被逼要周街摆,即使有创新想法也难以实行。 他认为,为了建筑业的长远发展,政府很有必要同时作出考虑,预留地方作为建筑创新基地,以推动建筑业的实验,创新、辉分等, 哪怕只是用作摆放材料或者进行组装合成他都十分赞成。 而创新基地本身也可以衍生就业人口,进一步推动多元化就业。 他直言,自己未曾对这个创新基地需要的用地进行估算,但对于要发展一个250万人口的地区,至少也要有数个工业穿材足够。 请大家关注一下, durante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